沒錯TVBS團隊持續在香港為您 直擊這個李文的告別式的最新動況 因為呢其實今天已經是來到了第二天的行程了 那麼在一大早的時候呢 其實包含了大陸包含香港以及台灣的媒體 都守在殯儀館的外頭 我們所要掌握的就是 在今天早上所舉行的霸練儀式 那麼呢從今天上午的9點半開始呢 家人就已經進到了裡頭 那麼稍早呢這個李文的大姐二姐 他們都是在大概是8點54分的時候呢 開車進到了殯儀館裡面 那麼稍後呢這個家屬的儀式呢 會幾路進行到早上的10點半 那麼隨後呢大姐跟二姐呢 他們就會捧著李文的遺照出來 和所有的媒體致意稍微敬個力 因為很感謝大家這一路以來對李文的支持 隨後呢林車就會從殯儀館的地下 是一路開的出來 那麼也就是會開到現在目前記者所在的殯儀館的大門口 那麼其實我們就目前所看到的其實包含在記者的後頭 也有非常多的粉絲都已經在現場 希望能夠陪伴李文的最後一程 好那麼至於說今天的等等的弗林儀式呢 其實一共是有8人 那麼包含了他的大姐夫何錦玲 音樂人姚千以及天后珍妮 還有之前所屬的華南音樂高層 以及其他的好朋友一共是8位這麼多 那麼將會送到附近的這個火葬場 也就是歌連成角的火葬場 距離這邊大概是20分鐘的路程 那麼隨後呢在等待火化的過程當中呢 那麼家屬也會陪同現場媒體稍稍吃個飯吃個意 隨後的行程也就告一個段落了 那麼隨後家屬如果出來的話 TVBS團隊將持續來為你作戰我